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拍摄维他命C诱导体 那维他命C诱导体呢,比较容易水 那么维他命C诱导体的美容液或者是化妆水都是效果非常好的 那维他命C诱导体这个东西呢,我是从六年前就已经开始宣传积木医生理念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提到了 那这个维他命C诱导体的东西也是日本医生提出的 所以大家在日本的护肤品里面非常容易找到维他命C诱导体的东西 欧美的护肤品呢,基本上都是维他命C 但是维他命C并没有维他命C诱导体这么容易好吸收 Anyway,总之是维他命C类的这个护肤品呢 就建议大家在25岁之后要长期使用 维他命C诱导体,还有就是维他命C诱导体的另外一种叫做APPS 那个也是积木医生产品里面有的一款 那么建议大家都可以轮换着再使用 OK,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讲一下维他命C诱导体 这个大家在其他视频当中应该也有看到过 它最主要的呢,维他命C呢 其实是一个抗氧化剂,超强的一个抗氧化剂 其实它最大的功效呢,就是美白 那美白当中呢,分有很多种 有的美白就是将你的黑色素打碎 然后令到这个黑色素消失 但是其实在皮肤科医生看来呢 维他命,就是你已经出现的黑色素 用维他命C诱导体去把它弄消失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不仅仅是维他命C诱导体 其他的美白产品如果是安全的成分的话 也很难将已经出现的黑色素消除掉 所以如果你已经出现了黑,就是脸上已经出现了黑色素呢 看得到的那种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是去美容院一次过把它做一下 激光把它打掉 但做了激光之后也非常容易复发 所以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了防止复发呢 就要长期使用维他命C诱导体的护肤品了 不一定是我今天介绍的这一瓶 你在市面上找到你自己手边有的 只要是含有维他命C诱导体的 你看一下它的成分 如果质量还是可以的话 那么就长期使用 好,那另外一种美白呢 就是预防 那么预防就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刚才说是25岁以上的女孩都要长期使用呢 就是说人到了40岁 你脸上的黑色素是一定会出来的 有的人非常幸运 就是到40岁以前都还没有出来 那这个已经算是你非常幸运了 那我自己是基本上没有出太多的黑色素的 那但是我有其他的皮肤问题 有一些女孩呢 我看到她非常年轻 脸上就已经开始出现黑斑了 这个黑斑是越出越多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长期的预防 长期的抑制黑色素出现到表皮 那么一种就是击退 一种就是抑制 那么维他命B3跟维他命C呢 一种是击退 一种是抑制的 那击退的话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维他命B3跟维他命C诱导体 建议大家就长期使用 好,那这个就是它的美白功效嘛 那另外呢 就是说为什么建议配合 就是维他命B3跟C一起使用呢 维他命B3的功效里面呢 也是有它进攻黑色素的作用 但它最主要的功效是增生骨胶原 那如果你皮肤里面是缺少维他命C的话 那么维他命B3的骨胶原 就比较慢的去形成 所以说维他命C跟维他命B3呢 一个早晨使用 一个晚上使用 配合起来就会非常好了 好,那么其实呢 就是它是一个超强的抗氧化剂嘛 也就是说它你早上用了 或者是晚上用了 那么它就是这一个循环 24小时这一个循环 它是一直在帮你击退自由基的 所以呢 就令到皮肤老化的比较慢 那么它总体的功效呢 我这一瓶呢 是维他命C诱导体精华 急目医生的 那么它叫做POWER C 就是POWER嘛 非常强大的一款维他命C精华 那它是比较油性的 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这种水水的 然后就会滑下来 然后稍微有一点油油的感觉 但是很快就吸收了 就是这种 然后维他命C这个功效呢 第一是美白 第二个是消炎控油 第三个呢 就是促进胶原蛋白的增生 所以说维他命C诱导体 已经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护肤的成分了 建议大家长期使用